美国跟外线难免会拿逐渐的陈迹跟规矩 或者是一个行程来跟蔡英文交易交集 我一直认为说发展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政府跟朝野政党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尤其是我们希望让美方的朋友了解国民党的未来的政策 绝对在包括两岸关系 包括台美经贸合作的以及各项议题上面非常稳健的发展 我们绝对是一个区域和平的贡献者 不可能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我们在台美经贸关系上面一定是稳健能够务实的来发展 蔡主席具备说是高规格 因为他准备是一年 这就是有一个月时间办法一样 其实我们跟美方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关系 长期伙伴友好的一个关系 那我相信蔡主席在访问美国这个 所有的工作上面是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我们跟美方的关系是 尤其是这七年来 马政府跟美方建立的一个互信的基础之上 让朝野政党都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去访问美国 所以蔡主席的访问当然也很成功 我们也恭喜她 那我希望我们将来的访问 对于整个朝野跟美国的互动 能够更进一步的成果 你说是马英九2.0 刚才也有戏称开玩笑说蔡英文是女版马英九 是不是觉得2016还是一场满九蛋默的战争 这个是网友的一个戏虐 不管是女版或者是2.0 我想还是回到一个务实的一个层面 就是说到底我们对于包括所有的经济政策 所有的能源政策 所有的教育政策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社会住宅 或者是民生政策 以及两岸政策 这个国防政策当中 我们到底是相对有哪些不同 民众做一个选择 这才是关键